我想台灣的勢力點就是 台灣把自己做好 實質的影響力有 但是你說要透過這個去 ASEAN也好或去APEC 來展現這種政治的這種 或外交上的獲得 是微乎其微 而且APEC本身他就是一個講經貿的 所以我想大家自然而然的碰面 應該是可奇的 只是說如果見面以後 習近平不願意跟宋楚瑜碰面 不願意跟他講話 這是屬於風度的問題 因為本來這就是在談經貿 跟政治是無關的 所以我認為那些的猜測 可能變得不是很有必要 至於是東盟方面 我們東協我們本來就 不是那個成員 而且我看東協這國家 大概也不會為台灣去得罪中國 但我覺得也沒必要說 一定要在那邊 這個成口舌智能 扮演什麼角色 重要是說台灣的經濟實力 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這個國防實力 如果說夠強的話 或者有進展的話 這對亞太地區就是一個穩定的力量